今年的年度是否增加了銷售稅 可能會影響了消費者的消費行為 因此我們很可能要到年底的時候 才有足夠的數據去知道 因為增加了銷售稅之後 是否真的影響了一般消費者的消費行為 即是他們是否真的離開了 我們其他地方賣東西 我相信 我希望我解答了你的問題 有任何問題關於公共安全或警方問題 可能我們的警員可以幫助我們 假如大家有直接關係 到展灣問題或者社會問題 我希望你們現在趁著這段時間 沒有警務員還再詳細提出問題 我想知道在警察局裡 是否經常都有警察局 是否經常有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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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審議 是否經常有警察局 是否經常有警察局 我親自去警察局報案 但是呢 在幾點鐘 是11點鐘左右 晚上一刻 日頭10點鐘 我的答案呢 那時候是有一個女孩子 好處在制服上 我不知道她是Volenteer 或是當值的警察 她告訴我 她們沒有警察局在那裡 如果我要報案 我就要回家 打電話給警察局 然後警察局就會派人來 你才可以報案的 OK 所以她說她的經驗是這樣的 一刻她去下廣東警方 嘗試報案 她是個警察局 一刻她是一名警察局 在那場地 警察局 有人在警察局 他不確定是個警察局 或只是警察局 他已經解決了 你不定是調查 人的警察局 但他和權力 要證明 習當局 policymakers 他要把警察局 做まって 他他會 您 groups來 多次 這位是 Ted Edison 警員 他們主要是負責日間的循環 他們在警局中有兩個部份 一部份是執行人員 另一部是民職人員 我們的警員員是負責任職人員 任何時你進入警局 去報告一件事 你更可能會跟我們的警員員 首先 當民職人員主要是負責 廚紀錄或者做一般的報告 當你來到宇柏谷島去投案的時候 就相信當你接待你是一個民職人 我們的普通政策是 如果你們進入警局 去報告一件事 他們更好讓你回答 到你的居住 所以一員警員 在場地上 可以聘請你們在家 去報告一件事 他們一般的制度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要報案的話 他們希望你直接在家裡打電話 就會有執勤的人員 直接去到你家裡 去聽取你的口供 如果法律局 把警局設定是在任職人 他可以承諾 說沒有任職人 可以到駕駛 因為我們都在場地 或其他職人員 他相信當日 那個接待員 當他跟你說 沒有人執勤或者執勤的時候 他的意思是 當時沒有警局人員 可以來到櫃台的地方 幫你聽取口供 所以這就是他們請你 去通過電話 如果是一個小的事 或是一個小的事 例如失去電話 或是失去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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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更多的事 或是密切的事 他們想你回家 我們會回應你 去接受報告 所以相信當日 那位接近的民職人員 希望你最好回家 就按照他們一般的措施 來執行任務 他說一般來說 如果是一些很簡單的事故 例如你遺失了電話 或是失去電話 他就會當時幫你 將你所提供的資料 登記了寫落寶 但是如果是比較嚴重的罪愛 他們會希望你回家 而直接由軍莊的人員 去到你家裡 去錄取有關的資料 因此 在警察局 未必有軍莊人員 或是警務人員 當時駐紮在警察局 但是我們經常有24小時 是有執行人員 在直行的 因此 在警察局 未必有軍莊人員 當時駐紮在警察局 但是我們經常24小時 是有執行人員 在直行的 請問一下 您在說關注金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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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錯了 好 好 剛才這個小朋友 希望市長回應 到底市長會怎樣去處置 目前州政府財政索減的問題 thank you for your excellent question 多謝款駐郎的問題 謝謝你提出一個問題 謝謝你提出一個問題 謝謝你提出 It's not always easy to understand The short answer is our city government and our school district are two separate governments 我希望大家了解地 市政府和學校 或者學校的系統 是兩個完全不相關的系統 So the city has the mayor and the city council, and we try to take care of our city. In the city of the city, there are the mayor and the city council, and we try to take care of our city. And our schools have the school board, and they work to take care of our schools. And the money the city gets is separate from the money the schools get. Our schools are largely funded by money that comes from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nd right now because of the state budget crisis, there has been terrible cuts to funding for our schools. And at the same time, our city has been hurt by the recession because we have less revenue coming to the city. 而作為我們的市政府在財政上受影響,主要是受到最近經濟衰退的影響. Well, just…I'll let you ask a follow-up question. That's the context or the background. That's the context or the background. I have two daughters, and they both attend public school here. And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cuts to our schools as well. And I'd like to see our city support our schools. However, we don't have large amounts of money that we can give the schools. But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我們的市政府是沒有能力提供,即是在學校提供大筆的經濟上支援. There are ways that we can work with our schools. But that's different than giving them large amounts of money to make up for the cuts that they're getting from the state. I am in support of what's called a Carson Tax, which will generate more funds for our schools. I am in support of what's called a Carson Tax, which will generate more funds for our schools. and I've encouraged the school board to look at this as a possibility for the 2012 election. 我很希望我們慎點中的學科委員仔細地考慮一下這個提案 希望可以在來年2012年的大選的時候把這個提案提交的選民的決定. And if successful, 那裡能夠給予數千萬元的錢 每年都能夠支援 提供給予數千萬元的計劃 如果提供給予數千萬元的話 在未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我們的學校可以得到超過一百萬元的稅款 來支援很多面臨財減的各式各域的課程和服務 I firmly believe that as go our schools and as go the quality of our schools also affects our city and our perception of our city 我個人是很堅信 假如教育的質素是低的話 我們的社區生活的質素也相應低 而另一方面 亦都會令到大家對我們市區城市的觀感 是會有負面的感覺的 所以如果一個友好的學校的話 那個學校的制度是健康強盛的話 我相信我們的城市亦都可以健康成長 你覺得我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呢 那是我的問題 但有一個問題 如果您提供給予數千萬元的稅款 那您提供給予數千萬元的稅款 I need to translate you into Chinese So, 您 市長 您剛才是解答了我的問題 不過這裏有一件事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因爲如果你提供了這個稅收的話 變了那些能夠留任社會的錢 又是減少了的 Well, it's an investment in our youth like this and nothing comes free 你要明白每一樣東西 你所得到的任何服務都要付出代價的 我相信將錢放到教育那裏作為一種對社區的投資 Taxes, there's a saying that taxes are 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有句說話這樣說法 就說這個文化的發展 是需要透過稅款來執著才有機會發展的 I think the challenge for government however at this time is to make sure that we're spending our money as wisely as possible 對目前作為政府的最大的挑戰 就是當你收到這筆錢回來 其實如何去作出最有效的應用 and looking at new ways that we can deliver services at the same price or maybe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but shall we rephrase that? We're in a time of declining revenue for government and we have to look at ways to be more efficient 目前我的看法就是 我們怎樣可以透過改變應用稅款的方式 即是說那些錢用什麼方式來洗 怎樣洗法 或者是提供服務的時候 用什麼方式來提供服務 我們應該要作出一些改變 而令到我們在收稅和提供服務的過程之中 是能夠達到最大的效率 因此在這個過程之中 通常會造成一些衝突 但是縱使有衝突也好 作為政府或者行政人員的責任 我們是需要滿足社區的要求照顧事業 所以我會留意在那 否則我會討論太多了 我想我要有關的論題作出了 這個位置 否則我會就有關論題的態度 好 還有其他質疑 還有其他質疑 我想回到安全問題 我們可以跟警察說 我們可以跟警察說 就是他們希望警務人員再出來 再會影響我們的社區解釋一下 假如在我們的華裔社區之中 有些好像我們這樣 是不懂得說英文的 到底在警察局有沒有懂得說中文的 普通話就算了 不過當他們報案的時候 可以有人來明白他們想說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無論他們 或者大家做做的 如果見到有障礙發生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語言上的障礙 而不敢報警 現在我們有兩位韓國語言 我們有兩位韓國語言 一位是在後面的 一位是在後面的工作 誰是另一位? Sarv. Delgado 他在後面的工作 一位是在410間工作 一位是星期至星期的工作 一位是在後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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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3pm至1am 那位工作人員 他的工作時間是由下午3點到晚上1點鐘 所以如果大家要報案的時候 在星期一到星期四 就會有一位會說廣東話的執行人員 是由下午3點到1點 是在職 我們有兩位是在後面的工作人員 另外兩位是會講國語的工作人員 另外兩位是會講國語的工作人員 是在後面的工作人員 なunk 另外一位是在星期一到四 在晚上1點時 1點到晚上7點 即是說廣東話和國語由星期一到星期四 如果你在下午或者晚上七點鐘過後 在七點鐘過後應該有兩個懂得中文的警務人員 一個是懂得廣東話 一個是懂得普通話 When those officers aren't available, we have what's called the AT&T language line 假如你要報案或者出現有事故,你需要接觸警方 而但是沒有執行人員的時候 他們就有一項特別的服務透過這個 AT&T language line which is a phone service you would call up and an officer would ask the operator or we would ask the operator for the appropriate dialect when you're going to speak whether it be Mandarin, Cantonese or another way So that is a freeway 如果他們當時不能夠即時找到當值的警務人員 是可以做這個翻譯的工作 或者他們可以和正面溝通的時候 他們會透過這個AT&T的特別的服務 就是在電話那裡找到相應的 懂得說你那種謊言的工作人員 剛剛剛才有一位座場的黃先生 他就問到如果是越南話 有沒有那方面的服務 他們都有 所以說廣東話、普通話 and then Vietnamese 幾種語言 其實是很多種語言 他們會透過三路的 即如果你理一個座場 有幾個語言 然後當時有一個是透過電話那裡 跟你合得對的一個翻譯人 那為什麼要行呢 用這樣的方式 和那個不懂得說中文的警務人員 是溝通得到的 and if whatever reason that's not available we can always pull resources from other surrounding agencies they have officers wh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假如連這方面的服務 都當時是做不到 即各種的原因 是不能夠解決到那個問題的話 他們就會去找這個市政府裏面 其他的部門 裡面懂得說中文 或者其他語言的人員 是對幫助來解決問題 Are there any follow-up questions on this particular topic? Yes, I have a question Sure 大家有相關於這個治安 或者是報案 或者是與警員接觸溝通的 假如大家是有進一步 即還有相關問題 希望大家趁著這段時間 提出你們的意見或者問題 I have a question Is there a dedicated phone line for a person who does not speak English like they say Cantonese they call and the other person is automatically speaking Cantonese or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s there No, I understand that I believe the answer is no The answer is no However Do you call Some of Cantonese speaking's calls You will speak to a dispatcher I have to explain the interpreter the sentence first 剛才這位女士問了個問題 就是 到底假如我不會英文 我只會說廣東話 或者國語 我可不可以直接打電話 是找到一個可以會說廣東話的人 這樣就接觸到這個地方 答案就是否定 他們被捕困的人 可以即時接聽你的電話 OK OK The dispatcher would in turn call the 18-10 language line ask for the appropriate language and it will be a three-way conversation 他的回應就是 他們不能夠即時 有一個懂得說廣東話 或者其他語言的公主人 在這個警局那裡接行 假如他知道 即你打電話進去 他們那個聽電話的人 知道你不懂得說英文 他會問你 你是需要哪一種語言 你講了給他聽之後 這個聽電話的人 會透過這個AT&T 即他會負責去接觸 這個AT&T的語言服務的中心 找到一個會說廣東話的人 就會開始接通了這個三線的聯絡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那個服務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服務 把你的需要反映給警方知道 那是一個問題 那是一個問題 因為如果有人叫他 他不懂英文 他不會明白 其他人的問題 他不會明白 他問他什麼語言 他會說話 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 對 這位律師說話 在這種情勢下 如果對這個語言的 英語的朋友非常之低 例如像我媽媽 他完全不會說英文 如果人家問他 那個語言 他會說什麼 我連這句話都不能聽 聽不明白的時候 我便完全沒有辦法 跟他們交通 那市長在同意 這是造成一定的困難的 And if you have thoughts as to how we can approve the system we're interested in that as well 那市長的反應就是 如果你有任何建議 是可以 認為你的建議 是可以幫到我們解決到 這一方面的問題 我好希望你提出來 因為我好希望知道 大家有什麼建議 Yeah, that was why I had a question about if there was a dedicated phone line and if someone called for that phone line they know that what language is like Chinese or at least they have to narrow down the language barrier Well, we want everyone we publicize or we want everyone to call our emergency 911 number We also have a sheet here of English and Chinese which means the border numbers that are sitting on the hall for you And please pick up a copy in the back or the front 我們會將這裡的有關資料放在前面或後面的桌子 假如你們認識其他的親戚朋友或你的老居 他們主要的英國語言是廣東話或中文的話 我們歡迎大家幫你的老居或朋友拿一張本的紙 就帶回給他們 I have a follow-up, not for safety, but if someone wants to open up a business need to talk to someone with a business license or building permits, let's translate OK 林太就提出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已經是跟剛才所說的紙外問題不關 這個是一個生意議題 假如有人想在聖年度開一個新的生意 而要申請商業執照的手續到底是怎樣的呢 Is there someone that they can talk to in language 到底因為很多人有興趣在整個這裡開設生意的 他們很可能都是這個面上也有這個限制的 到底市政府有沒有一些會講中文的人可以幫到他們呢 Jackie, correct me, I'm wrong with this one My answer is there's no one that's assigned any Mandarin or Cantonese to the business license office on a regular basis 根據我所知道 市政府那裡並沒有特設一個識港廣東話或者普通話的工作人員 是特別幫他們處理申請商業執照的 However, there are individuals at city hall that do speak these languages 但是在市政府的辦公室那裡 就是有識港普通話和中文的工作人員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y will be called down to the business license office to assist when an individual comes who does not speak English I would like to change that 我是有興趣去改變目前的情況 What I'd like to have is at least one day a week where we have someone staffed that speaks various languages in the business license department 我希望每個星期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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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夠說不同謊言或者不同語言的工作人員 在申請商業執照的部門工作 And then publicize that in the community so people know OK, Monday is the day where we have a Cantonese speaker in the office And there are those budgetary constraints on achieving that But would an approach like that be of value, be of benefit Or would you suggest other approaches to addressing this issue 但是假如這個想法對社區有價值 有很多人希望可以應用相關服務的話 我們是會考慮的 I think that's a start I thought out of that I think we scheduled the time you know to come to the archive I think it's really better than nothing I think it's really about starting I think that you have a value I think that you want to achieve that אלize good I think tell me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e reason why I think the time in day how in the 하고 and the same voodoo I think küllty um lik I think you all hey how nom How many of you have a business here in Sc팅 我是在莊莊市中有多少位是在社區內發展生意的呢 是有做生意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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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朋友們的企業 他們在這間公司買了一個家庭的家庭 像是在家庭的家庭 我認為這是一個好好的社區的未來 是在社區的未來的生活 是在社區內的生活 這個位置的位置是一個關於職業和歐克蘭 我們正在嘗試購買一個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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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他們所代表的社團或有一群人是有興趣購買一幅在鄰近屋蘭和聖利安座交界的地方 開辦一個適合給長者居住的養老院 因為目前這個人老房的問題他們覺得社團裡有這樣的需要 當場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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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 I would say the state issue the license, but another thing I would say there are the criminal and the racial discrimination cases among San Diego.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at the chief of police, she did a great job and her team really did a great job because she is very responsible. And also she sent out for email on the internet if you can have her direct her request to her or some concerning to her. And she received a very fast response, I find later I mentioned later. Okay, but she told u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doing a lot of this. And it's such an important issue. And she said she had to take care of the government, so she can take care of the police. She can take care of the police. But she was so... 譬如我們警察局局長 說他反應相當快 把資料放上互聯網 他們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令那方面的治安、反應相當快 因此他是相當滿意的 我們得到血球的重量解消毒 但它能防止血液的血液 但是我們現在只要讓人生產 我們不猶如要拉出血液的血液 但是我們不猶如說 這是生產的血液的血液 但他們的血液的血液 如果我們用血液的血液 它可以移動很多的血液 它可以調整的血液 和進入血液的血液的血液 如果我們可以讓人生產生產 如果我們可以讓人生產生產 它可以移動很多巴默 我們不就能把血液的血液 大家有個小朋友提出一些相當專業的 科學上的問題 市長認為這與市政府的為了免疫關係 因此我們不做的 我覺得它是很美麗 你會陪伴這些選擇 但是他覺得你不聽人 在這方面有這麼大的反應 他會很欣賞 市長說希望他都可以應用 他會有十多個身份 每天都可以 曾經在4.30時,他們仍然有很多人在辦公室工作,但我可能會有幾個時間開門。 你們都會去辦公室嗎? 我一定會在辦公室工作,很多時候會在辦公室工作。 因為他自己個人的經歷,試過很多次在下午三點去到市政府的時候,發覺已經三更多。 他說他過去早一段時間去,再早點去的時候,就算4點、半時間,現在有很多人在辦公室工作,但為何最近三點已經沒有人? 是一般的情形,市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時間是由八點半到五點半的。 但是由於財政短期的緣故,市政府有幾天的勞生假期, 變成了職員要留在家,就市政府行辦公。 當然,當勞生假期是工作人員,當夜是沒有人公了。 就要做12次那樣的勞生假期。 當年共有十二日這樣的勞生假期。 它會做6次今晚. 這次財政年度就會有6天的勞生假期。 do you have any other, in terms of maybe how folks can contact individuals to see that? Generally, as the mayor stated, we are open 8.30 to 5, Monday through Friday. We have experienced a lot of furlough days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In addition to that, many people don't know that our city manager, created a voluntary time-off program for employees. This is done on a very limited basis, but it was created to save the city manager. If you have any money, people can have some time off, perhaps child care or they are caring for their parents, and it might be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perhaps less than a week, but they do not get paid. The plan is to allow the employees to pay for the same amount of money. But the other part is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money, but in the city council, they have reduced the amount of money to pay for the same amount of money. 因為他要照顧小孩子或家人家,他就在某天打架。 但是在進行這裏有關的安排的時候,其中一個主要的指引就是某個部門裏面,他們最大的目標是說雖然有人是拿了任務身價,但是市政府仍然是要提供相關的服務。 因此,如果有人拿架手,就必須要保證那個部門裏面,雖然少了一個人,但是必須要起碼另一個同事,當你有需要去到那個部門,要求服務時,是有其他員工做職,可以提供到社會的需要。 但是當他們設計這個服務的計劃的時候,當時的想法只是希望是一個短期性的一年措施,解決這個財政短決的情況解決的時候,他們是沒有需要再採取這樣的方法進行。 I don't know if I can answer the question, but… I went to the office, and I see the reception still there, inside there. All this department is closed, because nobody. I went to the office, I went to the upstairs, I see all the doors, except the main office, there's someone there. The doors are kept closed, but the people are in there. 黃先生剛才這位律師,他是市政府的職員,他當時就問,我剛才解釋的有關短期一年措施,有沒有解答你的問題。 而黃先生後面就說,我所見到的就不是了,我去到市政府大樓的時候,在前面的接待員那張桌上是有一個工作人員在, 但是其他所有的辦公室和門都關閉著的。跟著他再上樓上,而樓屋就發覺,除了市長辦公室的門開著,其他所有辦公室都關閉著的。 但是剛剛就直接說,所有其他門關閉著的並不代表沒有人在,他們是在裡面的。 。 黃先生剛才說,我希望大家要注意,由於削減財政支出的緣故,目前市政府員工的數目和幾年前比較少了20%。 。 黃先生剛才說,我只想提醒大家,如果你們有需要去見或接觸市政府任何的職員的時候, 最好預先跟他們聯絡好,就約定了時間,才免時他們要討一個空。 。 我已經有特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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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還有沒有其他方向嗎 Yes, Mr Cassidy, the city hires a great many part-time employees, seasonal workers. I was wondering, is there a city-wide policy in place to give these people any type of public relations orientation, or is that left up to the individual supervisor? Do you get a word on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ay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using many job workers. He asked the President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not given the job workers to provide basic services to help them with this work. By public relations overview, what exactly do you mean? The President said, how I am so far as dealing with the public. I am a retired public service employee myself, you know, and I have done it for a number of years, 30 plus years. And we were always made aware by our central bodies and department heads of our conduct when dealing with the public. that you must discuss asked the President if the President of our participants of the local organization that's what they say. 這位先生就說他自己本身是一位退休的公務人員 他在這個議事會的公職職位上做工作已經超過30年 他說他的上司不斷跟他們說 你在進行執行職務的時候 你的行為是很重要的代表這個市政府 那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沒有一個特別的答案 Jackie,你覺得這位先生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但他個人暫時沒有什麼特別的資料 他不知道市政府有否相關的措施 Jackie可以提供的答案 我仍然有一些新的職業在職業 那客戶市長的表現是新的 所以他仍然很清楚 Jackie When people are hired, we do put them through a lot of training related to their job and touching on customer service and representing the city is very important to us Jackie就說當市政府是有一套的制度 當聘用任何新的職工的時候 他們提供很多的訓練 其中從相關到要代表市政府和你那個部分的時候 那個提示是一個重要的部分 Do we do have part-time employees also? Part-time employees would also receive ongoing sort of reminders and training playing the community or ride to the city However, I would be very interested if you have some specific examples to share with me or call our city and let me know then Because that I believe is the number one duty that we have as public servants is to represent the city well and outreach to the community Jackie就說 這個兼職的工作人員是有受到訓練的 而且那個是一直在坐職的時候 是不斷地進行當中 而是說只不過在入職的時候提供一次的訓練 但是Jackie就特別提到 假如這個市民有特別的經驗 即是一般來說大概是一些負面的經驗 如果試過有些人很粗暴地對待你的時候 他很想知道進一步的資料 因為作為這個提供市政府的服務 那個跟這個市民保持 他的關係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向他直接反應 And feel free if you have a specific issue or perhaps like talk to myself or Jackie after the meeting I just said that She reads my mind I'll go the very far back And then I'll cut to you now Yeah, Mayor Cassidy I'm just wondering if there's anything that could be done with one of the PG smart meters which I'm having a really bad issue with myself And the internet access in San Alejandro Now in paper they said that there was going to be Well let's slow down I'll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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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Leandro and the business area here, and my past experience with Comcast, I think as former Mayor of Carte had some sort of exclusive contract with Comcast, I'm not sure if that's accurate or not, but what I'd like to see is maybe AT&T, Comcast, and whoever join forces together and put fibers throughout San Leandro and speed up our internet access and also lower the feed for some of the elderly and lower income, because in Comcast, it's $50. 提供這個門網服務,是提供給商業,工 physically geliyor 但它剛才 soulmateございます,根據它的理解,似乎過去,我們的城市鋪範電纜的時候 與 加上Carte提供服務公司有個合約 ,兩��間市長在進了一步解釋一下這個對審前提出 同時提出 如果可以有不同的公司 同時參與相關的鏡頭的話 可能會拉低這個成本 因為目前對很多低收入 或者固定收入的 尤其是老人家 他們每個月都要付50元 支付互聯網聯繫的基本費 市長對於就這個技能電標的問題 市長和市政府就不會參與 因為他的理解就覺得這個是 銀行公司的PG&E 和這個能源監管部之間的責任 And I'll follow up with you on that. With respect to the internet access and the fiber line, we are looking, our proposal is being developed to create a fiber optic network in more of the industrial area of San Leandro, which would attract new businesses to our city. 而有關於鋪設新的網絡 來改善互聯網服務 目前所提出的提案 現在還在策略當中 主要是在工業區的部分 主要是在城市偏西的部分 那個目的是要吸引新的工業或商業 搬到市區的範圍 在這裡開始服務的 It's an example of a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city and a private corporation where the private corporation will be paying for the cost of the installation 而這個主要是我們的市政府 和私人企業他們之間的合作計劃 而有關鋪設電纜的費用 是由私人企業他們提出的 installing the connection in the pathways that the city has control over 但是這裡的主要是和牽涉的範圍 就是在市政府 我們整個市管治的範圍之內進行 But the final deal has not been signed yet 但是最後的決定是怎樣做 我們還未曾有一個正式的合約 We're in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ng all the details 目前我們還在與各個相關的部門 或者牽涉的團體 還在商議討論當中 But I hope to see that go forward later this year 但是我個人是希望在今年的年底之前 就可以來縣市即正式可以簽署 With respect to Comcast and AT&T or residential service 而當牽涉到在私人住宅區 而招攬AT&T或者Comcast的服務 I simply don't know the answer in terms of the city's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the fees that are charged for them 但是市長個人就不是很清楚 他們的收費模式到底是怎樣的 I'll have to get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I'll have to get the answer from folks at City Hall and back to you I would submit that that should be the cost of doing business in San Leandro because they're kind of cherry picking the area from a business sense within San Leandro or or I'll have to get the answer 這個市長就說 假如這位先生或者在座的人士 是有興趣知道 在這個住宅區那裡得到互聯網服務 到底不同的公司他們的收費 那個法律上的管制是怎樣的 他們的收費的模式到底是怎樣的 他會去給一個聯絡人士 因為市政府裡面有相關的工作人員 可能是比較熟悉那方面的條例的 他會給那個聯絡人士的資料給他 但是剛才這位先生就說 這個有關方面的情緣 就是說在住宅區裏面 付出互聯網的服務 其實是作為這個 例成人從來要做生意的 其中是他們要付出一個分架的 但是如果他們不應該只在這裡選了一些座目 就是說收你很貴的錢 然後只要收錢當國才給你 讓我來追問一下 讓我來追問一下 好,OK,the last side issue here is a quickie that I think maybe the city could benefit at this at no cost to the city and that's to have with the natural gas coming into the homes and everything have a, I'm not sure what you'd call it, but in case of like an earthquake or some other thing, car hit your meter, that there's an automatic gas shutoff valve. It should lower the insurance for the city and the residents and maybe PG&E can get some federal money or we could for that. So,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at. 然後最後,這個先生另外再提出了另外一項建議 就說這個KG&E或者市政府可以提出 就向這個員幫政府申請付款 就代以在這個存在內的每一間屋裡 是有一個自動可以翻關閉的一個活塞 或者一個機制 就假如有發生任何的緊急事故 或者例如地震的時候 那個活塞或者那個機制是會自動啟動的 因此就減少了這個火災 或者爆炸這一類的危險 假如這件事是城市的話 我們整個社區的發生危險的可能性減低了 另外,我們要付出的保險費 因為我是說國語的 你怎麼樣才能keep the community safe? 你是不是可以講具體一點 你是不是經歷了一些問題 或者是你住的那個街道有特別的問題 或者是你買生活的那個... 因為我住在那個Marina Vista 好像以前就很好 現在也最近抱歉了 什麼路過去也多一點了 那不知道怎麼樣才能... 可以改善嗎? 對,對... 對... 但她說她居住在這個... 我們是居住在白廳的地方 在他居住的地方 在金字旗上 是有很多ций的地方 希望可以改善公眾治安,這個是我們最主要的任務。 作為城市民或居民,我們需要與警方合作。 你往四周看,旁邊我們的社區都有罪案的犯罪率,都比我們這個社區要高。 我只要說一件事,對不起,因為這個女士說的是普通話。 我突然轉成廣東話,我想知道。 等一下,等一下,再長時間,要用廣東話翻譯的,如果我講國語,你會聽嗎?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只是問他們,你會不會有罪案,你會不會有罪案。 所以他們說,OK。 這是市政府的首要任務。 你會不會有罪案。 所以,當罪案犯罪率影響到社區,其中一個通常有的情況就是, 遭受到這個犯罪案影響的居民,他們很害怕,就沒有舉報犯罪。 就是說,出事了,他們沒打電話就報警。 所以那個社區負責提供服務的部門,他們不知道有這樣需要。 因為這個緣故呢,市政府有需要作為警方他的耳目。 市長向在場警員提問,一般在這個巡邏的警員的數字是多少? 它說,那個巡邏的警員的數目完全取決於那個是一個星期當中的哪一個天。 A typical weekday, we'll start the morning with six officers. 在那個上班的那個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時候, 在一個日間的時候有六的工作人員、警員群募。 所以從早上九點半到十點的時候,他們會增加人手到九個。 就是下午六點的時候,有一天十五下午的夜。 所以你會增加人手到九個。 中午一點後,他們會增加人手到八個。 所以他們會增加人手到十五個。 下午六點的時候,有一天六下午八個。 但是你會增加人手到九個。 下午六點的時候,有一天十五下午五下午後, 下午六點的時候有 points的數字的時間。 第一批工作人員會下班,所以當職的人員會是九個。 晚上九點以後,另外一群人會上班。 當時執行的總人數是十五個,再加上兩個比較高一級的管理人員。 午夜過後,早上一點,凌晨一點的時候,另外一群人會下班,所以當職人員會下降到九個。 所以他剛才說的那個數字是一個基本的週日,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那個當職人數的每一整天當中升降的情況,就是那樣。 九個、十五個、六個最初開始的數。 所以我只是想要強調一下,我們在一個區域的約85,000, 在最終我們有約15個警察員在警察。 我們這個城市的總人口基本上是八萬五千人,但是當局的工作人員是十五個。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加上警察員的警察。 所以他希望是說我們,市民跟市府工作人員需要當警員的耳目。 所以要是你看到有任何罪案發生的時候,你需要另一個道警打, 打你的求救電話。 但是當你看到一些可疑的情況,你不清楚那裡到底發生什麼情況的時候, 我們這裡就有一個是,電話是給你舉報一些,可能並不是那麼緊急的狀況的電話號碼。 我們希望大家利用這個號碼,隨時向警方舉報你認為有可疑的事情。 因為你可能發覺有些事情看起來不太尋常。 而你可能是你的註覺是完全正確的。 然後警方會拿到你的資料後,他們會去進入調查。 另外,警察局也會到你的社區幫忙你的社區之內設立一個, 那樣的社區組織那樣的社區組織。 一位警員會到你們社區和鄰居組織的社區組織。 你們開會的時候,他們會來到你們這個會場。 然後跟大家討論一下你們關心的治安問題, 然後他會給你們提供一些意見。 他們會提供大家做一個地方的鄰居。 他們會透過什麼方法去維持治安或者是改善你們擔心的治安問題。 警察局有兩位工作人員是特地處責有關方面工作的。 然後, 什麼方法是最好的方法, Jackie, 讓人們聯繫一下警察局, 讓人們聯繫一下, 讓人們聯繫一下。 原始, 它叫做Caffier & Alice, 然後我們會獲得正確的人。 剛才市長問Jackie, 是否有哪一位工作人員是您可以跟他聯繫, 他可以透過轉介的方式給您提供, 應該怎樣設置社區之內的組織。 Caffier & Alice is a person who works at City Hall, and her phone number is the city community relations person. 這個綠色這個單字上, 這個是社區聯繫中心。 Can you show me which one? City community. 好, 這個社區公關組那個電話號碼, 就是有關工作人員, 他的名字叫Cassie, 你就可以打電話給他, 他就會幫忙聯繫這個警察局的工作人員, 他們會到我們的社區來幫忙開始建立一個相關的主題。 謝謝你的問題。 我沒有想要再多久, 因為時間已經十一點半了, 我不想佔據大家太多的時間。 如果有任何更多的問題, 我會直接回應他們, 我們會在我們會見。 經過十一頓告示之後, 假如大家營業是有問題的, 我歡迎留下, 反正就是我們這個會議大概到這裡結束。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here today and asking your questions indeed. 我很多謝大家今天出席這個會議 提出各式的意義和反映給我知道 社區裡面的需要和關注的問題。 and for your interest and commitment to our city. 你們今天出席這個會議顯示 你很關心我們的社區, 就是你們願意改善社區的生活質素。 Let's give Wayne Wong for a round of applause. Thank you very much. Wayne Wong here at her time today to transit. Hello, that's my pleasure. Wayne Wong here at her time today to transit. And I'd like to thank our police officers for coming today as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